挑战一套钢铁针线自来 掉啥就用啥打七驼 让我想想掉啥好 全掉有点太奢侈了 掉的太少也不好 难度就变高 最好啥呢 一把改魅一个钢六甲 没错 这样最有性价比 而且战斗力也够强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爆红 有没有可能像我说的一样 嘿嘿嘿嘿 千万别掉头 那是最难受的 离谱 好家伙 心想事成啊 都这样了 不转个盆满钵满说不过去吧 一看对面就不了解 戏图复活点 这不着打吗 nice 开门红 有一种想穷农男的感觉 紫光吗 四级包也行 没有吗 看来那个boss不可避免了 好吧 那就搞定吧 你挑 有人在打呢 猜他在哪 我猜他在这 果然不出所料 显然他也发现我来了 当然不可能上当 他一定会露出破绽的 你看 说啥来着 六头六包来了 随便来个都行 nice 真的是要啥来啥 天选之人也不过如此了 不过六甲的话 暂时拿不了 看来得等我打完boss了 走吧 打boss 谁啊 谁举我一枪啊 差点给我秒了 你给我等着 原来就是你 轻松搞定 不用在意 甚至不想看看他掉啥 打boss要紧 来了 六级包 不会吧 怎么又是个头啊 很可惜 但可以理解 也不能一直要啥来啥吧 哎 有情况 算得运气好 不对 有人要捡我的六甲 岂有此理 那可不行 拿了吧你 他完了 吹大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不对 应该是公园前 甲都掉了 幸好我还有 那今天都掉俩钢甲了 你这个人头 我就收下了 没猜错的话 应该在那儿吧 怎么和想象中不一样 怎么回事 情况不对啊 本来信心满满的一个挑战 怎么成大型白给现场了 这把认真了 最后一次 不信了 还能不能再爆个红 不能是吗 五级包也凑合 真有 这么一看也不错呀 再使五级就够了 六级后面有机会换 你听 松块地的来了 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向他打个招呼 轻松拿下 可惜也没啥 连他自己的都没有六级头 才发现那么半天 我还没进辐射区呢 哎 看见没 一回头看见个人 还有枪声 这种热闹岂能不错 就算我放过他们 还担心他们之后打我呢 最好从这边绕一下 枪声 就是现在 没猜错的话 他把我之前看见那人搞定了 一不小心一箭双雕 嘿嘿嘿嘿 果然呀 好几个盒子 这下还不一波粉 又一把改妹 看见精妹了 很好 这下输出浪漫 终于开始好起来了 这边还有包 看看掉啥 诶 是人 他在干啥呢 没明白呢 既然如此 主动出击抓他些 来了 运气不错呀 这个人 但是没用 还是一样得聊 确认过了 不惦记了 抓人去吧 目标出现 上就完了 打他 原来是个瓢仔呀 大动干戈了 啊 别告诉我掉六头六包了 这也行 明明看着他像个瓢仔 惊喜来得如此突然 那这样的话 基本完美呀 就背包不是六级 但五级也够了 势不可挡了 看着吧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 这正常吗 怎么一点都不正常呢 怎么全是紫的呢 还是收割吧 也是时候了 搬砖辛苦了 拿了吧你 费了半天剑 一夜又回解放前